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参加河南春晚 身着黑纱表演 复制了蓝忘机的国风 这几年 在河南卫视上演的春晚 圈外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 它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还被深深地浸染了文化 让大家更加坚定了对中国传统的信仰 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优衣库王一博自成名以来 对主流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甚至将自己的流量和名气 都奉献给了事业 王一博是河南卫视春晚的常客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 前年 他担任河南卫视春晚的后勤人员 负责掀起一波宣传热潮 当时很多人都在喊王一博 希望他能参加 毕竟王一博的舞蹈是一门特长 而且也恰好极其适合其表演地 河南的文化环境 舞台上有精彩的表演 这一次真的发生了 鉴于王一博亲自发文官宣家蒙 河南春晚除了之前的路透照外 还公开了自己上节目的照片 一身黑纱 一身国风 还有 网传节目单后 王一博提请河南省政府注意 被称为 双胞胎 的舞蹈出现在当晚的第十个 也是最后一个节目中 鉴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 让我们冒险进行一个有根据的估计 这一次 王一博应该跳的是古典舞 他穿着传统的民族风格服装 这与他正在表演的古典舞 是绝妙的选择 个人看到之后 不禁会坐着回到蓝忘机的白日梦 读了王一博 人的创造潜能才真正发挥出来 根据他在街舞中的表现 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嘻哈舞者 他在老派表演 喜欢嘻哈 这种原本打算做交叉舞的舞蹈 竟然演变成现代舞 当你跳舞的时候 就连美人周围的仙气都会动起来 当很多人都沉浸在跨年夜 王一博表演的现代舞中时 这次又跳起了古典舞 这是一件让我充满期待的事情 简单问王一博一个问题 你给我们准备了多少惊喜 还有哪些舞蹈可以参加 你不会的 是吗 除此之外 我们需要太吃惊了 王一博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舞者 演唱会上 他坦言自己一直想尝试现代舞 因为现代舞似乎是一种神美表现形式 带来了这首现代舞 同样 今年参加河南卫视春晚后 大家知道 王一博跳的是古典舞 跳的是双胞胎 这是因为王一博是春晚的表演者 此外 还有两种不同的舞台布置 一种用于录播 一种用于王一博现场表演 以创造双胞胎幻觉的方式跳舞 听说现场表演结束后 很多观众都赞叹不已 感叹王一博舞蹈的舞台魅力 这与位置的协作一起 应该使图像格外可爱 简而言之 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乐观 王一博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岁月的流逝赋予了我们新的活力 他将始终采用自己的方法来为我们提供独特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年 我觉得王一博这个演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年 这将是一年 春节档的吴明 五一假期的长空之王 暑期档的 炙热等都有很多作品会来和我们见面 你提到今年会很精彩 你觉得会吗 毫无疑问 2017年对于王一博来说 将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他将首次涉足电影事业 开启电影市场的开放之路 我毫不怀疑他的表现会让我们惊叹不已 最后 让我们先欣赏一下王一博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与湖南卫视跨年 与河南卫视春晚 与湖南卫视跨年看吴明世 去光是想想我就兴奋 王一博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实力 视频中最精彩的部分 综艺舞台不在中心 集体镜头不间断地流淌在一起 据说这个叫王一博的人一加入这个团伙 就销声匿迹了 大多数时候 他都保持自我 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如此 王一博的人气丝毫没有减退 阅读量还是挺高的 即使他不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也不忍心让他离开 只要有舞台 就应该是首要关注点 光是跨年赤脚舞 这个热门搜索词 浏览量就超过20亿 而这个数字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就已经被超越了 说明他做过的每一部表演 每一部电影 每一部电视剧都是成功的 2023年 随着春节的临近 王一博将收到如雪崩般的振奋信息 大年初一 电影《无名》刚刚杀青 而《长空之王》的沙青 也将于2023年5月1日正式揭晓 此外 王一博也加入了 电视剧《光明之路》的制作 他将在其中担任聚集结局的编剧 该节目的收视率 目前仅次于全球收视率 王一博深谋远虑 挑剧本得心应手 抓住空档的速度也很快 王一博再合适不过了 被形容为三分霸气 三分冷静 三分杀气 一分脾气的剧中男主 他有自己的节奏 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 就像主角一样 他最近的作品 几乎都是有益于成长的严肃作品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观众 并且不止关注恋爱关系 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负责任和成熟 有责任感和正直的公民 每一年他都变得更好 每一次表现都让他有机会重塑自我 他擅长各种舞蹈风格 包括嘻哈 Breaking Locking Crump 以及现代和古典舞蹈形式 他的舞蹈是始终让我们感到惊讶的表演之一 因为在舞蹈中会发生许多不同的变化 这也是他的舞蹈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 当然 还有我们更期待的春晚 被称为双胞胎的舞蹈将由王一博在湖南卫视表演 马晓龙负责编舞 在现场的舞台搭建中 一身黑衣的王一博以惊艳的古典舞表演为全场观众增光天才 与跨年夜白衣飘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现代舞如何与古典舞相抗衡 超越前者 这种对比使他们看起来更粗俗 王一博在舞蹈方面天赋异柄 在舞台上 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收缩和放松肌肉 他在舞池中的技巧渗透到观众的核心 他运用身体线条和面部动作来描绘不同的情绪 这是更深层次的创造能力 需要更高的意识和表达能力 另外 有传言称 王一博老师将在近期重新加入天天向上 王一博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声音很有磁性 低沉的嗓音很好听 作为主持人 他很可能会非常有魅力 因为他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这将导致我们为他准备的第二个失败 认知 这是一种绕圈子又要完成一轮的节奏 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与他们的成功程度成正比 王一博不仅有高度 还有宽度 努力拓宽可能的结果范围 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 一步步走向你未来想从事的工作 当每个职业达到特定水平时 他们就会相互联系 并开始相互帮助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一博粉丝与陈晓粉丝互动 到电影院为吴鸣应援 还邀请一博粉丝一起观看陈晓即将播出的新剧 最后 让我们一起支持电影吴鸣 吴振锋也发文支持吴鸣 一博粉丝与陈晓粉丝互动 纷纷去电影院支持吴鸣 并邀请一博连线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 王一博主演的综艺 电视剧 电影 重要的公益活动都做得很好 他也因此被圈外 因为他没有一蹴而就 所以每个人都支持他 并很高兴看到他的表现 因为他实际上完成了他打算做的事情 这不是表演 这是大量劳动的结果 粉丝们猜测 这名男子是一名年轻演员 他很快就会被移交给本国政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